我只能给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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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之所向的冲动 蕴藏着内心里那份隐藏不住的爱意 深情凝望 惬意满足 可这份爱如今面临着一场大讨 昔日的恋人 如今分隔一方 他试图劝说自己放弃这份爱 可翠花 却极力地想要擦洗干净 自己身体的肮脏 可此刻 一切都徒劳无获 那天 翠花终于鼓起勇气 偷偷拨去了电话 第一次寻求爱情 第一次万分勇敢 一场荒诞的争吵 情急之下 他表露了自己的心意 原来翠花一直爱的都是她 从不是那个即将要结婚 即将要一起生活的陌生男人 也是今天 为了证明自己的爱 翠花付出一切 勇敢地带着她 冲进了未婚夫的家 去掉戒指 解除婚约 而翠花的这一勇敢行为 带来的却是无休止的折磨 最终 翠花选择 远离家乡 陪同她一起生活 可在这个陌生的家里 翠花只是一个客人的身份 而过来人 她的母亲 早已看出了两人眼神的不对劲 一种疑惑 悄悄生根发芽 瞒着所有人 翠花陪着她 一起租了公寓 虽然很小 可却异常地温馨 可好景不长 当两人一起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却遇到了一件更危险的意外 她的陪同之下 翠花看了一生 可现实是她竟然怀孕了 原本就受歧视的爱情 如今成了更大的磨难 翠花如今度中 怀着前未婚夫的孩子 但却已经解除了婚约 可当两人看到那个小生命 砰砰跳的心脏之时 两人选择勇敢面对 可现实 从来不会给人喘息的机会 那天 一阵重重的敲门声 彻底打破了这个小屋 两人生活的平静 她的母亲报了警 甚至把两人的恋情公之于众 两人的家彻底毁了 而今天 她的亲哥哥 主动光临小屋 带来了自己要结婚的好消息 可妹妹的举动 让整个小镇流言蜚语 早已经不是她能所掌控 而某种力量之下 哥哥选择了残忍 杀害了这个青春靓丽的妹妹 等翠花下班之时 望着身边的她那般的冰冷 一切彻底结束了 自己的爱情 换来的确是 心爱之人的死亡 那一刻 翠花多想骗自己 两人都没有错 可此刻 说什么 又有什么用呢